Hello,大家好,我们来看看这个JHM Consolidation 呃,如大家所见到的,它就一直是往下掉 呃,这边呢,累积了很多这些套牢盘 金线呢,也是一样往下掉 现在呢,它在一个,暂时在一个底部这边 在一个底部,呃,反弹上去 呀,上去了 你也可以说它现在已经是有第二只脚了 因为这边,这个算是第二只脚吧 Low, Higher, Low, OK 呃,但是这个第二只脚呢,好像不是很稳 呀,你可以看到,它算是一个盘整吧 啊,一个consolidation 呃,它要证明它呢,是可以 突破的一个 呃,阻力线 形成一个HIGH,形成一个HIGH 那时候,这个LOW, LOWER HIGH 它有这种形态之后呢,我们才讲 它是暂时是,呃 一个短期的 短期的上升其实的一个形态 呀,现在要等这个 如果这个没有出现呢 它是一直处于下跌趋势的 OK 我个人认为呢,它 是这个下来 上去 再下来 HIGH 现在要上去 呀,LOW HIGHER LOW 还有一个是 HIGH 突破这个行程 HIGHER HIGH 这个就是一个短期的 short term的这个 上升趋势 呀 长期来讲呢,它当然才是处于 下跌趋势啦,这个是很肯定的 呀 而且有这么多套劳盘 我觉得它最少要三四个月之后呢 它有机会去把 去突破这个套劳盘 短期而言呢,才是 中短期而言呢,才是 处于下跌趋势 如果有意思要 如果有意思要介入的话呢 一定要等它突破这个 HIGH之后才再考虑 OK,这个就是我 个人的分享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呃,如果你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你可以参加我的JOYMEMBER 谢谢大家